当地时间9月20日,泰国宋塔府和爱事象牙瀑布,发现一名中国女性游客遗体。 目前警方还未确定该游客的死因,正在做进一步调查。 警方调取象牙瀑布售票处监控显示,这名女性游客于19日下午,搭乘一辆白色出租车抵达瀑布,独自进入景区游玩。 一体被发现时紧穿白色T恤,向身趋落,警方在警区附近的垃圾桶被搜寻了两只女士包。 经移民局工作人员查证,证实辞职为28岁的中国黑龙将级游客,释报地点。 中国驻送卡总领馆表示,已在第一时间敦促警方尽快查明死因,妥善导存遗体, 并已通过国内相关地方和部门联系家属,并协助家属赴台山后。 象牙副部是泰国宋考府和爱市住民景区,水流循着七个台阶顺流而下, 然后再分为两道,就如同大象的两颗象牙一般,因此而得名。 尤其在雨季过后的10至12月,水流尤其丰沛壮观。 南渡记者注意到,中秋,11国庆假期将至,中国驻送卡总领馆急驻普及领事办公室发布提醒, 近来泰旅游的中国游客注意安全。 一,注意涉水安全。 涉水安全是中国游客来泰南旅游,面临的最大安全风险。 2018年1到8月,有79名中国游客在泰南普及,塔牙、苏米等的阴射水安全是故死亡。 预计期间天气多变,海风强劲,海跨复杂,离岸流多,海面时有两米以上巨浪, 不时一出海或向海溪水游泳。 领馆表示,尽管大游客真爱生命,敬畏自然,务必提高安全及自我保护意识, 提前了解当地天气海况,确保旅行安全。 二,注意交通安全,泰国普遍车速较快,过马路时务必小心,乘坐大巴, 面包车或猪租车,务必系好安全带。 三,注意安全保障,选择正规旅行团组,仔细了解保险保障, 建议参加正规旅行社组织的附胎团组,签订正式旅游合同, 留意合同中有关人生、财产安全事故的理配范围和要求。 熟悉自由行,建议出行前购买合适的境外旅游意外保险, 即将了解目的地天气、路况等信息, 谨慎选择旅游项目,未雨绸缪,有败无患。 来源南方都市宝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